那一年相遇里 人生有了你 动静如昔 要再看着情谊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人生有了意义 人生有了意义 老师好 感恩雅婷姐姐 然后现场的超马家人 跟镜头圈的超马家人到家晚安 晚安 我想先说我为什么会进来这里 然后我有什么改变 然后我跟我的家庭 特别是跟我的父母 有什么样子的改变 在进来超马之前 我很喜欢去各种 专教集会场所 我去过教会 我也去过法会 然后得到的结果就是哭得很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只要在宗教场所 就是很容易 我就不晓得我的心哪里被勾到 不管是西方的也好 东方的也好 我记得有一年 有一年就是那个八仙气棒 那有一个法会在中部 我们想要为那些人起一程 我记得那一天一整天的法会 我大概有半天都在哭 我没有办法好好的送经 我哭到就是这种 这种小毛巾整个都是湿的 很累很累 后来我就不想再去了 虽然说我也有宗教信仰 然后后来呢 后来我还是又去参加一个法会 那个法会就很奇妙的 它是一个密宗的法会 你只要人去到现场 他没有认回功德主 然后呢就是师父会登堂诵经 那我们就是坐在下面就可以了 那场法会我没有哭 所以隔一年我又去了 最神奇的是隔一年 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姐姐 我们都是高雄人 我们一起都搭巴士去到台北 然后呢 他坐我旁边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 然后我觉得跟他很有话聊 特别是在灵修的这个部分 接着我记得那是11月份的事情 到了来年的5月 这位姐姐给了我一本超级生命迷茫 记得那是在5月份 他给了我之后 我跟他讲的书里头的内容也很有兴趣 但是回家我就放了 一直放到6月份 然后有一个姻缘忌讳 他跟我说 导师要来高雄拍共修 想说共修是什么 去听一听好了 就这样子 就很神奇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一直到现在 然后呢 来到这里跟去法会一样 刚开始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 我记得我会继续来参加超马的活动 是因为共修会我没有哭 然后呢 我记得我是参加身心灵讲座 然后在参加身心灵讲座之前 我大概也有4、5年的时间 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然后参加完讲座的那天 隔天之后我就发现 就一觉到天亮 甚至我从来都没有在想过 我睡不着觉这件事情 我睡得多沉啊 我曾经怀疑 我是不是就像尸体一样 躺在床上都没有翻动 因为我到隔天醒过来 我发现我的被子都完完整整的 完全都没有乱过 然后最近有两次很严重的地震 我完全不知道有地震的存在 然后还有就是 我这个礼拜被蚊子叮 叮到半夜一两点醒过来 才发现我的手整个是中起来 才发现我睡得好死 好 话说呢 话说 我虽然跑过很多宗教活动 我也很想要改我的个性 可是我的个性就像男人一样 我的爸爸妈妈讲发非常的不客气 然后很像在画邪尔理邪尔文那样 然后进来抄马之后 因为要看地址 看的地址归之后 看完开始冒冷汗 觉得自己很丢脸 就是都觉得自己是读书人 多了那么多的书 卡帖卡帖卡帖 就是我对于养育我长大的父母 无怨无悔的父母 我竟然可以对人家讲话大小生 先不说什么 我觉得父母愿意生下我们 无怨无悔的供给我们 养育我们 然后对于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从我们生病 从我们读书 从我们耍赖皮 耍赖皮也好 耍韧性也好 父母总是无怨无悔的 接受我们的对导 然后总之想到这一些 因为觉得自己很过分 不是呢 进来超满之后呢 你们懂的 我常常就是这样 会流眼泪 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呢 刚刚讲到 对 自己也会很自豪自己是读书人 然后可是对长辈讲话 竟然这么的不愚 之后就开始讲 至少我对我的爸爸妈妈称呼 就是我们叫 以前都叫一个字 现在改叫两个字 叫爸爸妈妈 然后声音尽量温柔 然后呢 是因为 不只是因为他们是我的长辈 也不只是因为我在操嘛 因为这是为人的根本 我们身为一个晚辈 跟长辈讲话 就是应该要恭敬有礼 特别是呢 特别是体认 在这里有深刻的体认到就是 我们每个人 我们看得到的只是一个人 但是呢 这个人 后面跟着很多的素能量 我不晓得 我记得有一次老师说呢 负能量最讨厌的就是看到人 讲话太双张 太大舍 这句话深深的打到我 所以 不只是对长辈 对任何一个人 我尽量的很客气很恭敬的 跟他说话 因为人生而平等 我们并不是因为找别人 我们不是因为找别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多活几年 而应该得到别人的尊敬 这是我的改变 我尽量对我的父母讲话很客气 然后对每个人讲话都很客气 尽量的 我知道我做得还不够好 但是我知道 我还有很大的改善的空间 然后再来讲说 我记得以前 我跟我妈妈吵架 我们两个常常像姐妹这样吵架 吵完之后就是 大家故乡有人站好几天 我记得最近有一次我妈妈会跟我道歉 我妈妈会跟我说 是不是她讲话太大声吓到我了 我其实当下有点吓到了 然后我又觉得说 其实我都对人家 被我的长辈这么不礼貌三四十年了 我这样想 我都欠人家三四十年了 我被人家大小声一次又怎样 何况她是我的长辈她一代的 结果我妈反而我妈这么客气 跟我讲话换我被吓到了 我就说 其实真的是有被我妈吓到 但是我就回来很客气的说 没有没有我在想别的事情 然后之后 我们的相处还是很像姐妹 但是我知道说 妈妈的态度是很 妈妈的态度是很很像姐妹 但是还是有一些晚辈对早辈的愤记 我不应该愉悦 然后有一些我该有的恭敬 但是我的感觉还有我生活境的感觉 我觉得我以前是很交道的人 什么事情都很紧 然后我走路 哭哭哭哭的声音 我自己都觉得我很紧张 知道要松下来的 可是我松完不久 开始都很紧张这样走不走 然后来操满之后我发现 我可以走路越来越慢 因为我快也没有用 我说快没有用 是因为我发现 当我在听排好的任何行程 我虽然想要赶 你赶也没有用 因为就算你真的感到了 可是那个时间点就是正好有别的事情翻过了 他就是一定要 就是你感也没有用 就是你 就是反而就是你很悠雅的 很宜然自得的 你慢慢的到了现场 然后那个人事实地步就刚刚好在那里 所以我试过了几次就是 你也不需要改 即便你知道迟到了你也不用改 就是慢慢的 然后到了就会有 到了就会有 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变得很 怡然自得 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心想事成 就是那天早上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念头动一动 然后事情就很顺 然后也不需要特别去 重点就是特别 你不需要很刻意的去抢求什么 或去安排什么 然后只要到了 事情就会刚刚好 就像很多家人会分享的 到了现场就一定会有停车位 会有停车格 然后到了现场你想要问什么 想要找谁 你只要一抬头 就会好好看到那个人 这个状况在 这个状况最近发生一次就是 上个礼拜共修回来的一个新人 然后我们正好在讨中功课 他跟我说他没有恰当的工具 那我说我有我给他 然后这个礼拜要来上课之前 我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 送给他的时候 我还在担心 不忘记他长什么样子 如果就刚刚好 但我回到位置的时候 然后我发现这位姐姐坐在我前面 右前方 等于就是我坐在她背后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知道她是谁 然后是叫了那位姐姐 就把东西给了她 然后 我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想要鼓励每个超马家人 如果你没有我现在这样子很 宜然自得的心境 然后什么事情都是 但是不需要匆匆忙忙的去去安排 很刻意的安排的话 那也只能说就是每个人的课题不一样 也许是时间还没有到 但是只要你如想实修 一切都会在适当的状况 适当的时间 让你慢慢的只会到这样子的步调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也很感恩在那个超级健康密码 里面有提到咖啡排骨 我今天就听过了 但是 勇气还没有鼓到这里 所以一直不敢做 最近正好在读这本书 然后呢 心里有动了一个面 想说来试试看好的 就知道是像我刚刚说的 我才动了这个面筒 然后就刚刚好 就有姐姐说 我手边有什么东西 隔了几天后另外一个姐姐说 我没有买什么东西 但是那个勇气还没有鼓到这里 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呢 又有哥哥姐姐在团购 团购新的设备 然后我也团了 然后那个勇气 你知道东西买了 你知道那你想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会准备很多的装备 然后那装备 就会慢慢的让你把勇气 慢慢的提提提提 提到一个程度 你就觉得 东西都准备好了 还有什么借口 或是还有 那你还在想什么呢 东西都准备好了 就做啊 慢慢的 有一天呢 我的牙医突然长了一颗笼包 坦白讲我也是没有想到跟它灿红 然后那个笼包呢 就一直长 长到很大很大 长到实在是不行了 那个同时我就在想说 嗯 那个笼包 其实我 我的勇气跟笼包也差不多了 我们来做做看吧 然后就是到三月底的时候 我就听了一个姐姐说 其实咖啡排骨也一定要逛咖啡啊 温快水也行的 老师说的 然后 他在三月二十四号 我终于鼓起了最大的勇气 做了第一次的咖啡排骨 那时候用的是温快水 然后从那次做完之后呢 其实我没有看 我没有参考很多百度理解 就单纯只有看那一本超级健康 就知道 我们就这样做 所以第一次想做休息一下吧 第一次很刺激 然后休息了两天开始做 然后呢 做了两次之后 心里有一口拉骨的问题 嘿 很巧妙的 就在 就在三月底的某一天 应该是说 在三月底做了那几次的排骨之后 心里头有些问题想要问 你就想找谁好呢 找谁好 突然有一种名字跳出来 然后就在想 这个姐姐已经很久没有联络 我们很久没有碰面 那怎么找这个姐姐呢 然后呢 就在四月份的某一个共修 很神奇的 我坐好位置了 然后呢 老师的课也要开始了 这位我心里头想的那个姐姐呢 就在共修课开始 唱完歌不久 做了一个小车 我一手 忡忡忙忙的 就坐在我旁边的位置 可是什么时候问呢 那政法就在老师说 兩個兩個同學一組 然後開始討論功課 我就開始討論這位姊姊了 然後就從那個姊姊的經驗 就是很神奇的 就是從那個姊姊的經驗 然後開始一步做下來 然後就是到現在這樣子 然後呢 我姊姊說呢 以前塗化妝品的時候 很像在勾紙啊這樣會一塊一塊的 那現在呢 看起來比較複雜 那我是覺得說做完之後心情 用台語說的話說 姊姊姊走路會比較輕 然後我覺得精神很好 睡醒了就是睡醒了 不會想帶床 是這樣子 然後鼓勵大家一起如法師兄 然後搭配她的台語 讓我們一起拉上心機 謝謝 感恩 呀 Bitcoin 呢 那 peut